有一天我去打宝林 我走走走 不失礼 一个人 你到哪里去啊 我说我去打宝林 我跟你去 哇一上去所有人 哇李小龙 哇我好开心啊 李小龙你跟他很说 啊亲骨 亲骨 买买买 近年来 网络上流传着成龙评价李小龙的双骨论 这是成龙做客窦文涛的 腔腔三人行 实说过的话 在网上被传得沸沸扬扬 有网友认为成龙是实话实说 也有网友认为成龙说话太自大 对已故华人影星李小龙不够尊重 还有人造谣说成龙当年如何被李小龙打 以至于结下梁子 但事实上 成龙和李小龙并没有什么矛盾 成龙当时还不到20岁 在红金堡后面混 怎么可能跟已经是巨星的李小龙闹矛盾 而李小龙在世时 两人曾经的确有过些交集 1971年6月28日 李小龙回到香港 以1.5万美元的片酬 与佳河签下了两部电影《唐山大兄》和《金武门》 同年7月 唐山大兄在泰国曼谷百庄村开机 在拍摄的过程中 李小龙很快与林郑英 韩英杰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为其后来在香港立足打下了基础 这其中 林郑英是香港春秋戏剧学院的粉菊花门下 与洪金堡素有来往 而在片中饰演大反派兵场老板 肖米的韩英杰则是洪金堡 成龙的师傅于战元的女婿 早年在邵氏担任龙湖武师 与导演胡金泉有过很多次合作 也是他把洪金堡等于战元的徒弟们带进电影圈 因为这层关系 在其后的《金武门》中 成龙得以参与电影的制作 在群战戏中跑龙套 也担任片中演员的替身工作 当时成龙还叫陈元龙 他的原名叫陈岗生 在戏班中的叫元龙 洪金堡进入电影圈后就改回自己的原名 让他顶了元龙这个一名 电影的最后反派 大巴斯林木宽被李小龙一脚 从屋里踢飞 到外面摔死 这个镜头就是成龙坐的替身 当然不是被踢出来的 而是踩在弹簧床上 背床弹出屋外的 当时飞出来的距离超过十米 创造了香港电影中摔得最远的记录 至今还为人称道 由于这股拼劲 成龙在香港的龙虎武士中很快有了名气 外人叫他元龙 戏班中的师兄弟叫他小龙 因为这点名气 他在1973年得到了主演电影的机会 他的大师姐元秋 就是包租婆 在一家刚刚成立的电影公司中任职 他向公司推荐了成龙 这家公司计划拍一部叫广东小老虎的电影 成龙成了电影的男主角 又和元奎一起担任动作指导 当时只有19岁的成龙 对动作设计已经有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在唐山大胸中一打多的时候 每次只跟一个人打 其余的人都在后面站着看 这样很不真实 但是到了他自己设计动作的时候 依然没有摆脱这种固有的思维 设计出来的动作场面也是这个样子 可见李小龙电影对成龙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 短期内无法改变 这部电影最后因为资金短缺而无法完成 导演和制片带着钱跑路 成龙连工钱都没拿到 通年 华纳找李小龙合作 拍龙争虎斗 这是李小龙进军好莱坞市场的第一部 也是香港的电影公司 难得和美国公司合作的一次机会 因此 全港武行都已能够参与这部大制作电影为荣 林郑英 陈慧毅 袁华 杨思 红金宝 成龙都参与了电影的拍摄 红金宝得到了在片头和李小龙交手的机会 而成龙则只在后半段作为武师之一 出来被李小龙打 在拍摄的过程中 由于配合失误 成龙结结实实挨了李小龙一下 导演喊停之后 李小龙马上找到还在忍痛的成龙向他道歉 并很关切地询问伤势 这一举动令成龙瞬间对李小龙很有好感 而在此之后 李小龙让成龙参与到更多电影制作的事物中去 电影制作片尾字幕时 还特地交代 演职人员名单中一定要出现陈元龙的名字 这件事后来被成龙一再提起 言语中充满对李小龙的感激之情 1973年李小龙的突然去世 对整个香港电影圈的影响非常大 由李小龙本人组建起来的制作班底 被迫解散 红金宝签约加和 接替了李小龙的位置 林正英 成会议 袁华等人也加入了洪家班 而成龙在邵氏两家都待过 最后却新会议了 便跟着父亲回澳洲当厨子 谁知道成龙在澳洲待了几个月之后 却等到了跟风大师罗维的岳阳电话 成龙辗转一夜 最后还是决定回香港 而这一次他的命运也彻底改变 在这里要说说在李小龙去世后 香港电影圈出现的李小龙热 当李小龙在世时 只有加和拥有李小龙 而当他去世后 李小龙就是属于整个香港电影圈的财富 一时间 港澳两地长相与身手 跟李小龙带着几分相似的武师 纷纷集结相将 开创了他们的跟风之旅 这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有何宗道 李小龙 梁小龙等 这些打星拍了大量跟风李小龙的电影 其中却大部分都是粗制滥造 只薄一笑 被叫做跟风大师的罗维自然不甘人后 常以李小龙的引路人自居的罗维 认为自己最有资格带出另一个李小龙接班人 在万花丛中 罗维找到了澳洲厨子陈元龙 一通岳阳电话 就将其招指挥下 罗维躊躇满志 要让他成为第二个李小龙 于是收他做干儿子 为他取名成龙 刚刚成立的罗维影业 为成龙打造的第一部作品 就是金武门的续集新金武门 罗维让成龙在电影中 模仿李小龙的打斗动作 拍出来的效果 却和李小龙电影大相径庭 同时与那些李小龙模仿者相比 成龙的形象又和李小龙毫无相似之处 电影作为金武门的续集 却完全失去了卖点 因此 新金武门只上映了一周就被换下 最终票房不到50万港元 其后两年 罗维又围绕成龙继续打造了六部电影 票房却都不理想 这令他极度失望 认为是自己看走眼 于是 他把成龙晾在一边 公司也处于停业状态 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难道是成龙不如李小龙优秀吗 显然不是 他只是没有走出李小龙的影子 在当时的电影圈 有位制片人便看到了这一点 他就是吴思远 思远影业计划打造功夫喜剧片 由于看到成龙在金瓶双眼中的表演非常出彩 吴思远便向罗维借江 把成龙请来担任男主角 吴思远和袁和平携手 围绕成龙打造了蛇形雕首和罪权两部作品 在这两部电影中 袁和平让成龙发挥自身的搞笑基因 不仅将其融入到表演中 也融入到拳脚打斗中 让打斗场面变得灵活多变 生动活泼 不再像以前的一板一眼 正因如此 蛇形雕首和罪权上映后都非常成功 分别取得 了271万港元和676万港元票房 后者还是1978年年度票房榜的亚军 成龙因此一夜成名 而这也让他意识到 需要走出李小龙的功夫片模式 打造属于自己的功夫电影 于是成龙离开罗维影业来到家和 成立了子公司权威影片有限公司 后来又改名威和影片有限公司 打造了师弟出马 龙少爷 A计划 警察故事等一系列叫好叫做的动作喜剧片 而这些电影都被打上成龙作品的标签 成龙的武打和李小龙的武打有什么区别呢 用成龙自己的话说 李小龙打一拳就是硬邦邦的一拳 我打一拳出去会痛会缩回来 这是属于成龙的风格 在荧幕上 李小龙就是那打不死的英雄符号 而成龙更像是有血有肉的 会怕痛的普通人 到了今天成龙曾自豪地宣称 讲良心话 我们设计的那些动作比李小龙的要难一百倍 讲良心话 我们那些动作比李小龙那个难一百倍 成龙说这话多多少少可以理解 他做了三年李小龙的影子 人多少会有点脾气的 成龙专注模仿的对象不是李小龙 而是查理卓别林和冷面校将巴斯特基顿 两人在好莱坞默片时代创造的那些特技动作 正是成龙的灵感来源 事实上 我们现在看到的成龙电影 仍然带着李小龙电影的一些特点 比如 李小龙 首先将香港动作片的故事背景放在国外 而成龙电影也喜欢到世界各地取景拍摄 李小龙在电影里打不死 成龙在电影里也同样一直打不死 但成龙电影带着属于自己的符号 杂耍式打斗动作 惊险刺激的飞车场面 不惜成本的大制作 美丽扬眼的龙女郎 跌宕起伏的冒险故事 这些都是成龙电影区别 与李小龙电影的鲜明特点 正是因为坚持自己的风格 成龙于90年代末闯荡好莱坞 才能得到全世界影迷的认可 并且在2017年 得到了奥斯卡金像奖 终身成就奖 这也是好莱坞对他的电影最好的肯定 也就是在成龙得到这一奖项之后 在面对采访时 他开始大言不惭 而那些话其实一方面是出于玩笑 一方面也是对于自己和成家班团队 多年努力的一种自豪和肯定 成龙曾回忆 1973年 他和李小龙相约一起去打保龄球的事 当时李小龙已是世界知名的巨星 当李小龙到达保龄球场时 马上引起轰动 就有很多人都围过来问成龙 你是李小龙的什么人 成龙自豪地回答 李小龙是我哥 他们在香港的四海保龄球玩了一下午 李小龙全程没有太多的话 但临别时给了成龙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之后转身坐车离开 而那次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十天后李小龙离开这个世界了 成龙每次回忆都感慨万千 那时候成龙也说自己非常羡慕极度李小龙 希望自己能跟他一样 万人瞩目 在武学的成就上 成龙这辈子都难以达到李小龙的高度 但在电影方面 成龙的成就无疑比李小龙要高出的 谁也没想到 李小龙当年和成龙最后一次见面 竟完成了一个时代的交接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